這個預防脫髮及預防白髮的湯水材料有9樣 你可以截圖去中藥菜店買就可以了 做法表就在這裡 很簡單易明 首先我們將所有材料洗淨乾淨去 你可以浸去5至10分鐘 這個果皮我們要洗乾淨 因為浸完果皮的水我們要來煲湯 浸完之後一會就刮了果皮的浪就OK了 主要的材料我們洗乾淨 除了兔絲紙比較細粒一點 我們要用篩子洗一洗就是畫面這個 這個是有滋補乾腎安胎明目紫色的功效 我們沖一沖水就OK了 不要看它細細粒的功效 很大的 這材料我先洗了 但是不需要那麼早下的材料 我最後一分鐘煲完湯才放進去焗水就OK 如果你太早下的材料就會煲爛了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煲爛了 都可以同一時間下的 烏雞我就盡量撕掉那些肥膏 令煲湯不要太肥 雞皮就不需要撕掉了 記得我們買這個烏雞是買紅杏的烏雞 紅杏的烏雞 你跟雞蛋說雞蛋會幫你選擇的 這個果皮水我們浸完放進去一起煲湯 果皮的浪浸軟了就刮光了 如果你說你用三十年的陳皮 就不需要刮的了 因為浪都已經化了 我們六至八碗水煲滾之後 不要馬上轉小火 我們繼續保持大火煲10分鐘 令到它的精華逼迫出來 之後才轉小火煲90分鐘 這個湯就好夠味的了 煲完90分鐘關火可以加入杞子 剛才洗乾淨了杞子之後關火焗一分鐘 加少許鹽調味就可以了 今天這個湯主要的功效 除了生髮污髮之外 還可以補血益精強筋骨 食材的功效全部在畫面 如果你擔心你的體質不知合不合飲 記得問註冊的中醫師吧 大家沒有收到的 聽說 有什麼樣子 或者是用忠祖的 説介紹一下 你來不及待